全世界的iPhone手机 从深圳移到河南 是岳文海当时干的事 他亲自和郭台铭谈的 代表河南省委省政府 把郑州市的老机场开发区 郑东新区 那是岳文海管辖的 郑州亲机场是岳文海建起来的 河南人民一亿人口 搞了几十年没搞成 岳文海搞成了 把老机场搞成郑东新区 把新机场建起来 那是要空军通过通议的 中国的军队就是两个帮派 山东帮河南帮 岳文海在军方的势力有多大 然后再把整个富士康 搬到河南一个陆地 叫中原码头 中原港口陆地港口 是谁干的 岳文海干的 就是把整个飞机场空中运输 超越了海上运输 兄弟姐妹们 那是啥概念 请查查 那是多大的事 岳文海把整个富士康弄到郑州 从内陆港飞机 他把整个空军和中国人民的矛盾 变成利益 河南新政机场 那多少地开发呀 那里有多少业总会 你们知道吗 河南最大的新政的一个外国学校 那是他自己开的 岳文海的老婆在美国 教美国人英文 厉害不 在洛杉矶 岳文海开着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里就是提供小女孩 小男孩 这就是生意 你觉得那些北京的当官的 跟岳文海建的要他钱吗 那是小事 岳文海是个洗钱的一个好白手套 他为什么去民族证券啊 因为民族证券可以帮他洗钱 证券是洗钱最好的工具 所以说这些大佬们军方政法委 安全部中南海 所有的河南帮 那个时候说岳文海能认识一下的 那他都不知道少多少位高厢了 为什么 能帮你洗钱 能帮你买股票 能让你挣钱 让你挣多少挣多少 所以这些人就把岳文海弄去了 中国民族证券公司 叫中国民族证券 你不要搞错了 到现在的叫中国民族证券 然后又买了整个方证 海通 事实上第一大股东